空间的驱速引擎才能够进行星际间的旅行 而这需要极大的舰体才有办法 两者间的关联性让人好奇 土星外环竟然出现了两艘非常大的物体 外媒传言这很有可能是大型母舰 甚至超过5万公里长 土星的直径大概是在12万公里左右 那5万公里的话它横跨的整个范围 大概可以达到 已经可以达到木星的一半的这样的一个直径的一个尺度 那是相当大的 但是光看照片没有办法断定 它就是大型母舰 留下一个像是影子一样的一个痕迹 那目前在图片上面并没有明显这样的一个图形的存在 但还是有学者表示这就是大型母舰 而且徘徊在星球外本来就是正常 那个整个关联的中间的一些轨道 事实上是有土星的卫星在宣传 所以没有人知道这土星的关联是怎么来的 而其实地球外围曾经也有不明物体出现 NASA就公布到官网过 但是最后又是撤除 阿波罗斯要当时要登陆夜球的时候一起飞 它拍地球的时候 它拍到这样的东西 可是这样的东西科学上无法歧视 后来NASA用精密的他们的设备来判断的话 它大概有300公里左右 捕捉到的不明物体到底是什么 制造重力扭曲空间 让星际履行成为可能 是不是外星船舰如此巨大的答案 都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慢慢一一解密 记者派电影关你台北报道